哈 这样老板觉得我是看钱做事咯 这个屋子现在都涨价了咯 我们人应该也是会涨价的对不对 老板 我觉得我的表现良好 我想申请加薪 老板过几个月就是新年嘛 我们是时候探讨一下那个薪水方面 老板 我已经在这边做工 8个月了叻 而且公司最近的休息是有up up up 我觉得我应该是可以加薪的啦 老板 我觉得我的表现良好 我想申请加薪 老板 你看这个屋子几年前是一个价钱 现在都涨价了咯 我觉得我们人应该也是会涨价的对不对 老板 我刚才看到有一句话马云讲的 努力必定有相对的回报 我最近为公司那么薄 你觉得我的回报有相对吗 老板 你看下最近的新闻都讲 物价提高了叻 所以哦 我的钱不够用哦 喝喝 My dear boss 身为你的员工 非常过力的荣幸 最近的我也非常过力的努力 为公司效劳拼搏 只为了公司的业绩 为了公司的荣誉 因此 公司的业绩在近日已在逐渐飙升 而我想借此机会向老板您申请加薪 是什么 哈 家庭不是老板应该做的吗 还要我求职的吗 哈 这样直接去讲啊 像老板吗 觉得我是看钱做事咯 要怎样去跟老板讲我要加薪呢 要怎样去跟开厂牌叻 很不好意思耶 可是我讲的话 这样我要求加多少薪水呢 还是我直接发展 老板 我要加薪 蛤 真的要去吗 我怕等下老板没有加薪 还炒掉我 如果老板不加薪 这样我以后不是很尴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